威京集团的台北市打造两大建物 一处是已经熄灯的金华城 而另一个就是在信义区的超级豪宅 陶珠影园 有明代接获检举 说柯文哲曾经出入这里 甚至在这里唱歌 随着国民党议员应小威 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遭积压禁建 金华城闭案这火越烧越旺 各界就问柯文哲和沈庆金 私下究竟多少往来 柯文哲自己心里也非常的明白 他有没有去过陶珠影园的招待所 有没有唱歌甚至一首接一首 我从来不会否认说 我认识沈庆金 我当台北市长这么多年来 很多这种 对我来讲 财团老板也是就是一个市民 所以遇到这还是有 从来不会去否认 所以有去唱歌 有他请过我一次 那是选后的 选后选后 他当当我说 这选不住 给你慰绕一下 就这样那一次 陶珠影园去了 歌也唱了 柯文哲统统认了 但他过去才说 镇上关系就像拿刀叉吃人肉 对我来讲 我全部公开透明 而且我都有会议记录 另外面对沈庆金 指控北市府官员 所会 柯文哲恐怕得拿出态度来 因为高嘉瑜再爆料 说北市府公务员 透露因为金华城案 压力大到呆不下去 这个压力来自于说 他们坚持是392 但是有各种的施压 要求他们放宽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坚持 我跟你讲 我还是知道谁的话 我当时就自己都处理掉 所以我昨天看到 这个新闻也是吓一跳 你知道 不过是这样 既然这个沈庆金 已经在地检署了 他也发这种声明 他就直接跟检察官讲 到底是谁 那也希望检察官 就直接去测查就好 对此危机集团再发声明 感谢各界关心 全案静待司法调查 进化成案 检调进入深水区 逐一拼凑关键评图 TVB的新闻杨佩玉 权林华正森 台北总播的 带领党公职 深深一鞠躬 全党陷入政治献金风波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三度道歉 难辞其咎 让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朋友们 失望 我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 我们赔掉了整个财政纪律 也让大家失去了 对柯文哲跟民众党的信任 我几经思考 我还是要向党请假三个月 自动申请调查 我个人也要好好反省 我到底还能不能带领 台湾民众党 向党中央告假 未来三个月 好好接受党内调查 至于全党上下遭受外界责骂 柯文哲说 自己必须一肩扛下 在这个地方 我要向支持者跟团队 说一声抱歉 你们都辛苦了 这段时间 你们出门会面对很多的责难 甚至哀骂 请大家给台湾民众党 优秀的党公子 还有我的伙伴们 一个公平发展的机会 因为他们已经因为我 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跟责难 台湾民众党从一人政党出发 但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人政党结束 我对我们整个党的能量是有信心的 阿伯加油 阿伯加油 即便民众党面临危急存亡之秋 小草们仍举起平板手板 在现场加油 其中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 泪水更是不停打转在眼光里头 你们的愤怒不满责难 我都要盖花承受 你们省事俭用捐出来的每一块钱 每一个支持的行动 我都非常的珍惜 我从来没有贪图个人的享受 想要不灭连烧三周的辽渊之火 在党主席负起政治责任之后 第三势力前方的路依旧颠簸 一句等等 就知道是否也预告 跟老友李文宗的多年交情 即将嘴烈 错在完全的信赖跟信任 来钱款的 只要财务长签合就放行了 错信好友 当然也包括好友妹妹 木科公司董事长李文娟 他同时也兼任竞总的出纳跟会计 原本想要节省人力 结果变成没有监督 我们赔掉了整个财政纪律 来龙去脉 先招待因为民众哪发现 这就是竞总给木科公司 1500万权利金的争议开端 柯文哲自述当初木科公司成立 是为了授权让木科对外处理商品 授权事宜 所以也才会有木科给柯文哲 450万元的肖像权费用 我跟木科签的议员 坦白讲 上面也没有写说什么要多少钱 要不是这个事件 我回去问才知道说 他有寄钱给我 我没有在保管印章跟存折 至于木科跟靳总 则属友好合作 靳总委托木科协助处理选战事宜 当时还签订合约 靳总需提拨营业总额 资不高于10%给木科 而选战期间 直接专款加上捐款换小物 共木得约1.5亿元 木科认为算下来是1500万元 但科办上后小组认为 应用成本来算 也就是139.9万元 要求木科必须返还 那个权的支出 是财务长自己 自己觉醒就出去了 除了李文中 没有其他人知道 因为木科也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你知道 所以还是 也不是我们讲的就算了 所以双方的律师 现在还在走法律程序 明明是好友关系 现在为了钱 却要对簿公堂 TVB的新闻 李博震华柔 台语报道 拿选举补助款后 以个人名义买商办被沿上 柯文哲解释中 不忘加点酸 蓝绿在选举补助款上 常常各种班 那我拿到这个钱 想说这个钱 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吞掉 现阶段 我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 所以那个国会办公室 也是我会去用 但是我的办公室 一定是给台湾民众党 在那个地方 回顾了024年 柯文哲虽败 仍拿下369万票 一票补助30块 一共拿了1亿1071万多 依照民众党规 三分之二给候选人 一共7300万 落入柯文哲口袋 其中4300万 柯拿来买商办 替党买办公室 不是问题 只是到底为何要用 自己的名 但是我都没有想到说 这个动作 常常会引起这种 很多的误解 还有这个负面的观感 这是我个人 视力不足 的这种坏习惯 这是我要面对的责任 说这只是他长久坏习惯 只是这笔买卖 原本商办都还有租约在 租金每个月落入谁口袋 未来要不要公益信托 都得向社会交代 强调这笔账都会用在党务上 只是买商办 既然没违法问题 事先却没主动公布事宜 事后才说交给律师处理 阿贝失误 再记一笔 省引一天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力庭主席柯文哲 出席党中央最终账务记者会 宣布请假党主席三个月 记者会一结束 柯文哲和另一位主角黄珊珊 立刻被大批媒体包围 快闪上车 立委黄国昌只默默跟在后头 远离这场风暴圈的他被点名能接棒 代理党主席 传出黄国昌为了减少媒体 关注党内争议 还找上立法院长韩国瑜 希望能提早9月第一周就开议 黄国昌委员有和你说要提早开议 谢谢啊 马上就是9月2号3号即将开议报道了 所以也许会在报道日之后 院长会来召开草野协商 而且有另外的政治目的 用及早开议 在立法院开辟新的战场 让民众党可以转手围攻 可以来转移民众党陷入的很多 违法事件的争议 黄光超面对党内争议不是神隐 就是必谈学者分析背后目的 谁来当代理党主席 等待民众党中央委员的决定 TVBS新闻谢宏睿 刘立成 杨沛宇 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